兄弟们 下午回来了 今天我们厂里面云联工人跑路了 工资都没有 他们干了一个星期 我今天这个厂也做了半个月了 他们为什么跑路啊 今天听我们厂里面同事说 因为他们的负担太重了 一个有房贷 一个要演讲俯口 他们这样一天混时间 混吃混喝 每天挣个几十块钱 因为我们都是基建的嘛 没有保理工资 你干多少就拿多少 这样下来我们平均每天就挣个几十块钱 有时候起来中午饭就回去睡觉了 只能这样子 因为这个厂里面招的人也有点多啊 有时候过来也跟不上去 你分一点我分一点就没多好了 他们实在顶不住 每天挣个钱每天也慌得很 就怕到时候 混个一个月 一个月下来拿个两三千块钱 他说还完这个房贷 补贴家里面的生活费 自己吃喝都没钱了 他们闲一下工资不要直接跑路 再去找其他的厂了 主要是没有保理工资 如果有保理工资的话 他们应该不会跑路啊 你干多少打多少 厂里面又没有无限一斤 没有色宝 说实话啊 这边都是一些手带厂啊 挺难的啊 今年的工作不知道怎么回事 特别难找 经常做长期工啊 也不稳定 厂里面物料跟不上去 订单也不足 人太多了 大家都不够分 进退一点啊 去干临时工啊 临时工市场 管制的临时工市场 成千三万人在找工作 也没有几个老板来做工 工价也是特别的 有时候这两百块钱都追不到 很多人啊 现在也是犹豫不决 心欢欢 不知道怎么办 特别的弥漫 然后呢 莉莉刚才跟我说 她说看到别人跑路了 她也有点想跑路了 因为在这里混时间 钱也没赠到 天天会吸鬼风 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现在先问问莉莉啊 听听莉莉的想法 莉莉 你在想什么东西 我怎么想要不要跑路啊 你不会真正想跑路了吧 你看到今天厂里面 有两个人跑路 没来上班了 你也有这个想法 有 昨天那两个人 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他不是坐在你旁边吗 他跟我说就是没事坐 在这会时间啊 还不如不坐 但是走了呗 工资都不要了 那我不信 那现在怎么办吧 那找到这个厂也没办法 进退一点啊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吗 我想什么 我跟着你来广州 钱没赠到 还跟着你喝西北风 怎么就喝西北风呢 还有一天吃过那个药 说没痛 还没挣那么两个钱 现在行情不好 没办法 遇到这样的场 我有什么办法吗 谁知道是这个样子 有点难搞了 刚才跟你聊了一下 他说跑路了 叫我明天不用去上班了 他说别人都跑路了 我们还在等着干什么吗 说的太轻松了 还叫我肠痛 不如暖痛 这个工资不要了 直接不要了 你们想一下 别人跑路不要工资 我能跟着别人 不要工资跑路吗 这是不行的 这是不行的啊 我在哪里都是拿着工资 在走人的啊 以前我都是干临时工的 哪怕干一天 我都要拿着工资 现在我干了半个月了 好歹也有一两千块钱了嘛 是不是 说不要就不要了嘛 这不是钱吗 现在挣钱不容易 我们必须拿到工资 再走人 哪怕 这等也要等下去啊 只能 先看看再说吧 反正给你说了一下啊 叫他明天继续上班 不能先跑路 别人跑 是别人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工资 必须拿到手 这是原则啊 干活 必须拿工资 本来就干活这么辛苦了 工资都不要就跑路了 难道我们就每天去吃两顿饭 就这样子了事了 不可能的 明天去厂里面上班 到时候跟管理沟通一下 实在没活干 我们也不能混时间了 一直等下去 到时候让厂里面 给我们一个答复